我在挑选呼拉圈的时候呢 我女儿在我身后一米远的地方 原地因为脚滑摔了一脚 然后下巴上马上磕了一下 傅先生拍了孩子的伤口照片 孩子的下巴有一个口子 傅先生当时把女儿送到了杭州整形医院 医生诊断为磕布裂伤缝了四针 傅先生觉得孩子摔倒 是因为迪卡农给地板打了蜡 因为他们经常在打蜡的 这点他们也承认的 他们的地面是经常在打蜡的 现场有警示标志吗 没有警示标志 傅先生说 那天把孩子送到医院之后 他又回到孩子摔倒的地方 在迪卡农大观店二楼拍了照片 照片显示 现场的确是没有放置防滑警示标志 摔倒之后 我马上叫他们店员过来 我说你们来看一下 或者有什么止血的东西 因为血在我手上大大的流下来 然后他们店员就在旁边在看着 然后后来旁边来了一个阿姨 拿了一包餐巾纸给我 才把血止住 傅先生认为 迪卡农得承担这事的一部分责任 他提出让对方支付孩子这一次的医药费用 一共1900多块钱 但对方拒绝赔偿 迪卡农他们说的自己没有一点责任 完全我们自己的缘故 这点我不接受的 这完全是你们的地面原因引起的 傅先生打算先等等对方的回复 同时他也想提醒商家 像我们那天的话 其实他也没有跑 也没有在玩 就是在原地都会都会摔跤 我想想他这个地面 他真的有多少滑了 作为他们商场来说 自己也应该应该要有点 有有有有有有那个那个 那个要做好这种防滑的措施 截至发稿 迪卡农方面还没有联系记者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